怎么了 我妈为数了我挑食 我想吃个披萨 跟她念了一个多月了 也不带我去吃 吃披萨还不简单 过两天爸爸就带你去 真的 要不就今天吧 这都做一半了 还有油焖大虾呢 过几天就得带我去吃 你言为定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油焖大虾 准备生姜一汤匙 切成薄片 青葱三根 切葱段 准备虾500克 用剪子剪掉虾须和虾脚 将虾的背部用刀划开 拿牙签 把虾线挑出来 下面准备汤料 一次加入黑胡椒粉 拌茶食 生抽一汤匙 料酒一汤匙 糖一茶食 然后搅拌均匀 锅中倒入一汤匙油 中火加热 当油冒泡时放入虾 然后转小火煎五分钟 然后将虾翻个个儿继续煎五分钟 当有虾油冒出来的时候 放入一汤匙料酒搅拌均匀 再加入姜和葱 继续翻炒至香味出来 加入汤料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小火焖五分钟 最后装盘 浇上锅里剩下的料汁 撒上一些葱花即可食用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